這個是這樣 就是說比如說 我們覺得很好吃的東西 比如臭豆腐啊 皮蛋啊 可是在別的國家 看起來是很恐怖的 那我們要反過來啊 Blue起司你們敢吃嗎 敢 當然喜歡 當然 敢 Blue起司你們敢吃嗎 不敢 剛好我們教室也有 那是Blue起司 剛好 臭豆腐跟Blue起司 這個優耶 你覺得哪個比較好 臭豆腐比較好吃 臭豆腐 其實 其實我同意 因為粥豆腐是味 對來說是味道 我以前是那個 你吃的口感還OK 但是Blue起司味道 口感就很 因為Blue起司會殘留的味道 我自己不喜歡是Blue起司 對 我很愛計算是Blue起司 我不行 我同學最愛吃Blue起司 Blue起司 然後日本人最愛吃Blue起司 很香 對 我知道 很棒 這個Blue起司叫蜂蜜 蛤 蛤 Honey 有嗎 蜜蜂 幹嘛叫我喝啦 你怎麼沒有叫你Honey啦 Blue起司加蜂蜜超好吃的 這個應該不是那種最恐怖的 Blue起司 超好吃的 我已經 它就是腳臭味啊 沒有沒有 是啦 有 襪子撕掉的味道 沒有 其實還OK的 我試試看 我試試看 你不要拒絕我的愛 你不要拒絕我的愛 OK 其實是好吃的 對啦 欸 好吃 我已經騎車了 腳到同學 不要拒絕 腳到同學 腳到同學 老闆你敢吃嗎 你聞的喔 好吃 好像那麼香 他一直躲起來 你不要以為我不會注意到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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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一隻狂吃臭豆腐 我 但它味道真的好重 就有人喜歡吃Blue起司嗎 剛剛這個還可以 它沒有真正那種 最厲害 味道沒有太重 有一種是很重的那種 Oh my God 還可以而已 還可以 這還OK 我覺得我還是會選臭豆腐 真的啊 對 我還是會選臭豆腐 兩個比較之後 我好高興 我今天 我今天 為臭豆腐跟你們說謝謝